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要尽量多吃些 蓝青玄看着金夏平静地说着这一切 她瘦小的肩膀扛下了所有 这并不是一般女子能够做到的 正当金夏与蓝青玄闲聊之时 杨月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 她手中拿着一叠报纸 想要递给金夏 犹豫再三 却又藏在了身后 金夏看着神色慌乱的杨月 沉声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杨月眼神略有些躲闪 回复道 没什么 我找蓝将军有事商讨 金夏将筷子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 立声道 杨月 你我认识多久了 我是那种扛不住式的人吗 眼下时局紧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瞒着我 说 到底什么事情 杨月将报纸递给了金夏 盯着她瞧 轻声道 报纸上登出少帅与齐家二小姐 即将完婚的消息 现在 这个消息已经在军中传开了 弄得人心惶惶 不知这场仗是否还需继续打下去 谢霄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暴躁起来 她啪地拍了一下桌子 怒骂道 好你一个陆毅 你居然敢辜负夏爷 看我见到他 不扒了他的皮 司马彦如见金夏没反应 拉了拉谢霄的衣袖 示意他不要胡言乱语 金夏心中一颤 他死死地盯着报纸桥 上面有陆毅和齐二小姐的照片 虽然是背影 但是金夏敢断定 他就是陆毅 他或许会认错别人 但是却不会认错陆毅 他的左手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还是两人当初一起战斗时留下的 金夏并未表态 大仗内瞬间鸦雀无声 众人皆盯着金夏桥 偷偷观察着他的反应 不敢出声 生怕刺激金夏的情绪 两久 金夏方才出声道 他受伤了 蓝清旋立刻上前来 观看着金夏手中的报纸 却不见丝毫的一样 金夏指了指路易的左手手臂 道 你看 他左手处的西服 要比右手处的西服略粗些 并且不如右手处的西服平整 胳膊定是被包扎过的 蓝清旋望着金夏 试探地问道 你 你只是关注了这点吗 金夏抬眸看了一眼蓝清旋 问道 要不然呢 陆毅要同其二小姐成亲 你怎么想的 蓝清旋低声问道 你认识他 要比我久 他是什么性情的人 难道你还不了解吗 我不信他是心甘情愿 同其家二小姐订婚 我们应该高兴 此时他是安全的 若是齐家二小姐 当真看上了路易 倒是好事一桩 起码能够保证路易的安全 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 金夏认真的分析着眼前的时局 你就这样相信路易 蓝清旋 注目着眼前冷静的女子 仿佛报纸上 要与其他女子成亲的男子 与他无关一般 谋色间丝毫不见错意 这般情景要么不爱 要么深爱 我自然信他 金夏自信得道 若他富了你怎么办 蓝清旋比较好奇 这样玲珑透彻的人 会怎样面对富心的男人呢 金夏笑道 带领着陆家军灭了其家 先毁了总统大人的美梦 之后嘛 打掉腹中的孩子 奔赴战场 蓝清旋不禁摇了摇头 这女人够狠 想必若是路易听见她如此说 一定会暴怒 金夏趁着无人瞧自己之计 苦笑一下 若他富了自己怎么办 他当真能够做到如此决绝吗 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偷偷道歉 对不起 宝宝 不要相信妈妈刚才的话 他甩了甩头 不再继续想 这些无聊的假象 他相信 路易不会让自己失望的 他努力地平复下自己的情绪 对众人道 陪我去见一下众将领 这么多的准备 我想看一下